提醒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注意保险福利上的改变 面对健保开放投保期 已经投跑的民众如何避免保险转换空窗期 而新的投保人又要补照哪些文件呢 东南新闻与华新保险特别联手推出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请来了华新保险的个人规划师 来为观众朋友做简说 其实这个开放投保期的确是从11月1号开始到1月31号结束 但是如果您想让您的新的保险在2017年的1月1号生效 您需要在16年的12月15号之前完成所有的转换 包括申请的动作 所以其实时间并不是很充足 那虽然这个开放投保期是到1月31号 但是呢还是希望您可以抓紧现在的时间 就要咨询一下保险经济 看看是要续保还是需要做更改保险的动作 那我们知道越接近这个die line的时候 申请的人越多 那保险公司处理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 可能也会造成您收到保险卡的delay 所以现在其实就要抓紧时间 赶快咨询一下到底是续保还是换计划 还是要购买一个新的保险 现在已经是时候了 看问题找答案 华新保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星期三将会深入探讨哪些福利改变的情况之下 建议您更换保险计划 而星期六晚间才将会深入介绍 选择保险公司与福利计划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 请观众朋友准时锁定收看 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